欢迎收看新主播点新闻,我是美珍 首先我们看到卫生部公布 今年1月1号到5月15号 沙拉越共有11宗狂犬病病例 当中9宗是死亡病例 卫生总监拿督莫哈默拉兹发文告表示 自2017年7月开始 沙拉越发生了66宗狂犬病病例 造成59人死亡 而今年截至5月15号的11宗狂犬病病例 分别是十屋和西连各有4宗 古近2宗及明都鲁1宗 患者年龄介于6岁到63岁 其中8宗病例的患者是被狗咬伤 2宗病例的患者是被猫咬伤或抓伤 至于另一宗病例,家属并不清楚 患者是否有曾被动物咬伤或抓伤 沙拉越共有31所诊所及医院提供被动物咬伤的治疗服务 包括提供抗狂犬病疫苗接种 此外,还有9家医院为高风险病例提供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注射服务 换个焦点,沙议会会议今天一致通过 《2023年沙手工艺理事会法案》 以便将沙手工艺理事会正式转为沙权威机构 负责监管和发展沙手工艺相关事宜 沙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斯里·阿督卡林 今天在提成《2023年沙手工艺理事会法案》 并进行二读和三读时说 这项法案主要是让沙手工艺理事会作为一个实体 已成为发展沙手工艺及监管相关事物的实权机构 他说,沙手工艺业已发展起来 因此这项法案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相信在法律框架完善后 将能够更好地推动沙手工艺 及吸引更多的旅客前来 另一方面,今天也有两项法案提成一读 那就是由沙副总理兼第二财政级新经济部长 拿督·阿玛道格拉斯 所提成的《2023年附加供应2022法案》 以及《2023年附加供应2023法案》 配合全国教师节庆典教育部宣布 将和策略合作伙伴合作 为教师提供可负担的旅游计划 感谢教师的贡献 教育部长法利纳是今天出席 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举办的 全国教师节庆典活动上 致辞时做出这项宣布 他说,教育部将和旅游部 交通部及亚航等机构合作 以优惠的价格提供机票、住宿、 陆路交通及主题乐园的旅游配套 他说,除了感恩老师的贡献 这项措施相信也能够宣传国内的旅游景点 及刺激我国的经济 换个看点 今天是教师节 美里五让学院今早庆祝教师节时 却唯独不见教师的踪影 仿佛教师们全消失了 不过当记者仔细看了一遍后才发现 其实教师们没有玩失踪 只是他们都身穿学省的校服和学省坐在一起 一时让人分不清谁是真谁是假扮的学省 今年的五让学宴教师节的主题为回到学校 所以教师们都配合主题穿上学省的校服 重温当年成为学省的感觉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